各位欢迎收看有线新闻 我是陈书冠 海关堵破两个在梅窝和新葡岗的 药物包装及储存中心 检获八千万受管制药物 拘捕了四个女人 包括三个外国人 检获的一百四十万粒受管制药物 有抗抑屈药、止痛药等 是专利药物的仿製品 大部分来自印度 没有流出本港市面 海关上个月开始在机场截查一件 由本地寄出的空运邮包 发现了二十二粒状洋药 之后深入调查 在梅窝一间村屋和新葡岗一间劏房 发现两个走私药物包装和储存中心 检获价值八千万的受管制药物 它们来源价是正价药的大约五分之一 不排除走私集团用正价药价钱来出售 谋嘴暴力 集团成员会将药物的原装盒拆开 只是将排装的药物去寄出 一方面可以隐藏相关的来源地 另一方面是因为药物的寄出力地是香港的 相信是会令消费者更加有信心 此外海关人员也都发现 这两个走私集团分别都有相当明晰的分工 每个集团成员只是清楚自己需要操作的部分 而是不清楚另一集团成员所操作的部分 以及它的细节等等 高铁西九龙站开通来往北京和上海的动岸列车 首发列车昨晚分别由京港湖三地开出 其中由香港开去北京的列车 在今早6点52分到复 历时12小时28分钟 在列车过夜的体验是怎样呢 不准说一下 D910通宵行驶 去到清晨5点多到达尾尔站点石家庄 乘客整晚睡得好吗 抛着抛着抛着坐着要抱歉 有点 9点六床到5点才会写 可以了 是不是 睡得这么多 好没有睡 好睡 舒服 冷气很凉 真的 这个高铁 这个车是木槳床 又静点 平衡点 我们5点起床 去上厕所 去厕所的时候就多人了 现在5点半起床就战略了 大家都可做起床 清晨洗手间外面 未见到有排队的情况 有旅客觉得洗手间设计方便 虽然没办法洗澡 却都自备法宝 拿一些一次性的毛巾 很便宜的 我拿完就浸水 接着就抹 抹也有程序 当然是抹一些 不是很骯髒的地方 不如先抹臉 接着就抹手 一直抹 抹身 经过12个半钟 列车到达北京西站 我们即将到暗中停车 请演证明和行明 车站有欢迎仪式 做了一晚团友的 运输及物楼局局长林世雄 都赞列车设备不错 认为推广动俄列车 不会和政府吸引过夜旅客有矛盾 我昨天11点钟睡着 中间有醒过一下 但也很快睡得着 起了身后 梳洗之后 其实我也都在车里面 我也都可以看看周围的风景 还有我也都去餐车里面 喝一杯咖啡的 这些是比一般 在我们一个搭飞机的情况 我们做不到 你一睡醒就已经到站了 亦都减少了一万的酒店的费用 这方面 对于部分的旅客来说 他会觉得是受欢迎的 对于旅客反映车上面 插头数量不够等等 林世雄说会和港铁反映 未来会视乎需求 争取加开更多动俄列车班次 列车在月台停留 大约半个小时后 就会开回车厂 乘务员会清理和准备车箱 晚上就会回香港 有线新闻吴俊是北京报导 上海南下的动俄列车 早早7点半抵达西九龙 至于北京来香港的列车 就是早早8点46分到步 有去中途站深圳的乘客说 列车服务不错 时间都方便 未来由北京南下去深圳 都会以动外取代飞机 黎仙桥报导 由北京南下的列车 早早7点左右 开始有乘务员向乘客送早餐 不想在房间里面吃 都可以在专门用餐的车厂吃 有旅客说这班手法列车 整体环境服务都不错 也都有人决定日后 会再搭动外列车 取代飞机南下深圳 我都感觉挺好的 还发什么零食啊 什么那种小包里面 有那个洗漱的套餐 我感觉比别的方法 比的可能没有啊 几乎没有 就这一趟可能每次都有吧 从深圳到西安这种的 坐八个小时九个小时这种 但是坐下就比较累嘛 然后时间也不太好 都在白天 如果是从北京回来的话 应该都会选择这个 因为说实话 那个坐飞机倒是蛮害怕的 一年可能大概能飞个三四十次吧 但是我每次坐飞机都很害怕 列车在北京出发的时候 因为用手机应用程式买飞 而被随机滑位拆散的一家三口 最终都成功同乘客换房 第一个他看到了 我留在门口的留言 他直接就去了他的卧铺 第二个他可能不太清楚 我不在哪里 然后我告诉他以后 都非常友好 我也很感恩 心情也很好 今天早上起来大家都睡得不错 我希望手机能够更智能一点 如果有未成年人的话 能够优先和成年人排在一起 列车上面有18个职员轮流服务 也都会在列车到站之前提前叫醒旅客 列车在早上8点46分抵达西九龙站 比原定时间快了一分钟 日线新闻黎线同在西九龙站报导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潤红相信 动俄列车为旅客提供多一个选择 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 则说会视乎需求再与内地铁路部门商讨 加强服务 小明期报导 由上海来香港的首航动俄列车 早上7点半抵达西九龙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潤红 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到场迎接 向他们致送纪念品 还和部分团友大合照 杨潤红表示乘客都满意昨晚的旅程 认为可以比来港公干和旅游人士多一个选择 第一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欢迎 也都送上一些小小的礼物 希望在这里都令他在香港的旅游会更加开心 普遍对这个安排都是非常之正义 觉得可以睡一晚之后来到香港可以立刻去玩 都是吸引了一些固然对这方面 可以试下坐饿铺的旅客 或者也都是在这个时间安排上 是更加容易令他们有多个选择 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表示 首发列车售票反应热烈 未来会视乎需求加强服务 高铁香港段无缝连接国家铁路网络 直达的站点也继续增加 加上香港旅游业的配套 我相信可以有助振兴香港和内地的旅游 亦都会有利香港经济稳定发展 我们会继续密切和内地的铁路单位协调 希望可以更加适应到我们乘客的需求 至于开往上海鸿桥的洞岳列车 夜晚7点49分会在西九龙再出发 星期一早早6点45分到达 有新新闻 陈穎琪 回到新闻时间 正在澳洲访问的总理李强宣布 会提供另一对大红猫给澳方 李强说两国大红猫研究合作 说明只要双方用心呵护 就可以超越差异 实现互利共赢 李沛珊报道 李强到阿德莱德动物园参观 了解租借到当地的两只大红猫 网网和福利的情况 以及两国的大红猫合作研究工作 澳洲外长黄英言 南澳洲州督孙芳安等陪同 李强说这两只是南半球唯一一对的大红猫 15年来得到原方的精心照顾 他们是中澳之间的友好事者 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心口有意 李强又说证明了只要双方用心呵护 中澳合作就可以跨越太平洋 超越各种差异 实现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按照双方协议 网网和福利年底之前就要送回去中国 李强承诺会尽早向澳方提供一对 较为年轻活潑的大红猫 中方愿意和澳方延续大红猫保护合作研究 黄英言就表示感谢 说对澳洲的经济、旅游业都有好处 李强之后会转到首都坎培拉 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内赛会面 出席第九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预料活初商放宽澳洲公民签证入境中国的条件 以及中方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议题 至于两国经贸问题 目前中方仍然未解除对入口澳洲龙虾的限制 澳方期望中方可以尽快解除 有线新闻李沛山报道 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召开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期望 与会各方同意他的和平方案 之后可以向俄罗斯提出 寻求彻底结束战争 陈晓庸报道 一连两日乌克兰和平峰会 在瑞士山区布尔根斯托克举行 过八个国家同组织的领袖和代表出席 东道主瑞士联邦主席阿姆克特说 峰会的目标是推动公正和持久和平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相信 今次峰会将会缔造历史 透过外交力量结束战事 美国总统拜登派出 副总统贺锦丽出席 他认为如果有国家入侵伦国 国际社会不作出回应 其他入侵者就会变本加厉 又说不能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开出 要求乌克兰由俄控地区撤军 和放弃加入北约的停火条件 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 和平不代表要乌克兰投降 英国首相身为批评普京并不是真诚谈判 何锦丽和扎连斯基组前会面的时候 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15亿美元援助 用于能源供应和人道支援等 路透社引述联合公布草稿 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和广泛破坏 实现和平需要各方参与对话 公布强调反对威胁或者动用核武 必须确保核能和核设施安全 要求俄罗斯交还级波罗热核电站 又说不能将粮食安全武器化 应该容许乌克兰安全自由感 经黑海和亚畜海输出农产品 公布也要求释放所有战夫 以及被老走的乌克兰小朋友和平民 有线新闻陈晓荣报导 父亲节酒楼茶市一早就很多人 一家大小去庆祝 不过有酒楼负责人就说 整体生意不及往年 许乌鸿报导 四道同堂一起来旺角先饮个早茶 今晚吃饭 是特地为了庆祝吗 是全家人吃饭 很多人 每个人身体健康 不要紧要 外耀用行动表达 孙子孙女咬一口 长辈们心都溶掉了 不太快 吃一口 吃一口 不过有人就什么都没有准备 是没有的 因为不孝顺 谢谢爸爸的生活 乖了乖了 又觉得失望了 都不会的 一家人开心心喝茶就可以了 大头虾的还有这两兄弟 幸好他们反应够快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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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爸爸 吃饭 我们好好 还有带我们去玩 我买了张单 这个有可能不够钱 现在吃得太贵 我现在只得有钱 好像四百多张 四张都够了 不会该买单 好吧 帮他买单 个儿子买了张单 爸爸都开心了 酒楼负责人说 今年父亲节商业比较淡静 只得往年的五六成 今年生业额 整个星期比较 一定比去年少 今年来说 由于一来的经济 二来的天雨 还有人去旅行 很多若干理由 都是影响了 往年的油焦爆到晚黑 今年来说 早上是没问题 午市会差一点点 晚市来说影响最大 酒楼负责人说 父亲节夜晚来订台吃饭的人 不算多 大部分人也已经提前庆祝了 晚市只剩下一些公司宴会 《游线新闻》许户好报道 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一张 当年前有个儿子制作的心意卡 祝市民父亲节快乐 又说上任以来 常常都因为工作繁忙 错过了很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感谢家人的默默支持 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和几对父子踢球 一起庆祝父亲节 陈茂波说过去几年政府投入了不少资源 提升体育和康乐设施给市民使用 启德体育员也快乐成启用 支持本港举办更多国际级体育文艺表演成事 为旅游业带来更多生意